好丈夫都有的八个特点,占得越多越幸福 一,他不会因为你的身材走样了,或者皮肤变差了而心生嫌弃 他会觉得这是你为他不断付出所带来的结果,反而会心生感激,心底里会更加爱你 二,养家糊口是一个已婚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因此作为好男人会有很强的上进心,对工作努力,认真负责,在国在内都会为了家奋斗和拼搏 三,真正爱你的男人会给你包容和原谅,不会与你斤斤计较,也不会翻旧账和你吵架 吵架的时候也总给你台阶下 四,身为丈夫并且深爱着你的他,一定会和其他不相关的女人划清界限 保持距离,毕竟有了你就拒绝了所有暧昧 五,他心胸开阔,不会过多干预妻子的花销,只要没有触碰他的原则和底线,从不去在意妻子怎么花钱 因为对他来说,男人挣钱无非就是让妻儿生活得更好 六,夫妻生活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,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他会想法巧妙地化解,尽可能做到不伤害夫妻感情 不论谁对谁错,最先低头认错的都是他 七,只有性和谐了,爱才会更浓 一个好丈夫会尽最大的努力,让妻子得到满足,让他沉浸在爱的滋味中 八,周末你可以睡个舒舒服服的懒觉,可以睡到自然性 因为你心爱的丈夫会起床帮你做家务,或者给你准备热腾腾的饭菜 有没有一种爱情可以是深爱,有没有一种爱情可以多一点理解,关心跟疼爱 而少一点等待跟猜疑 我想要你知道,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,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 反正你知道总有这样一个人 有没有一种爱情和谐,没有一种爱情和谐